大雪节气吃什么? 每年公立的12月7日或8日,太阳黄金达255度,此时就是24节气之中的大雪。 大雪是进补的好时节,冬令进补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,促进新陈代谢,使胃寒的现象得到改善。 在寒冷的冬天,吃羊肉可以驱寒滋补,增强预寒能力。 大雪以后气温逐渐变冷,在鲁北民间有六周顶了门光喝红年粥的说法,意思是天冷只在家喝红薯粥度日。 温州人一直有冬令香肉暖味之双,这香肉即是狗肉,寒冬时节是使狗肉进步的最佳时刻。